好這個案子當然他有六個評選的項目 這是他一開始招標就公告了 譬如說這個經營團隊過去的績效 他提出的經費 然後他簡報答詢的態度 什麼什麼總共有六大項 葉慶遠講得很清楚 他說六大項 六大項就這個錢輸你而已 其他通通贏你 怎樣 這個就是評選厲害的地方 就是你在評選的時候 你就發現A廠商給的價格是最差的 對市政務是最不利的 我其他五項 我就全部給你第一名就好了 然後把目標設定 設定給最多錢那個 都給他最後一名 就只有錢那一項他第一名 這就是這個評選現在被質疑的地方 這個表其實是這樣 我跟各位解釋一下 因為這個是市政務公告 這個都叫低標 就是市政務公告的時候就說 你開出來的價錢 所以要比這個高 要比這個市政務的高 那維豐做什麼事 維豐就跟市政務一模一樣 就是沒有比較高 那這個Net他現在登廣告出來 質疑說你開這種條件 我開的條件是這樣 我比你市政務本來要求的三千八 我現在給的是八千三百多萬 當然這個太平洋跟成品 願不願意公佈 為什麼 因為Net有他的數字 Net有投標 那維豐的這個數字 因為合約已經公開了 所以這個有 那這兩個誰有 這兩個只剩下市政務 那照道理來說 這兩個的數字可不可以公開 這兩個如果他們不同意 就不能公開 簡單講就這樣 市政務即使要公開 他也要爭得他們的同意 那因為他們兩個 現在可能 騎到旁邊看就對了 騎我沒有在帶 因為他們都是大公司 他們也覺得他們沒有必要 沒有標的就算了 可是這個案子 可能最大的質疑是 我們不只一次聽過 那天我好像聽到葉元智也講說 六個都贏 他剛剛不講六個評分項目嗎 葉元智說六個評分項目 微風都贏 葉元智你怎麼知道 那個是不能講的秘密 就是說這個事情 國民黨把它操作成為 操作成為政治 剛剛那一位那個 應該是女同學嗎 應該是學生 那個我們都不認識 對不認識 然後他們什麼聯絡人 什麼發起人什麼 我們也都不認識 沒有一個人認識 他們不是任何一個黨公子 他們不是任何一個什麼 民進黨或民眾黨的公子 或者是公子的助理 這些人看起來都不是 因為沒有人不認識 沒有人不認識 所以這個題目 本來就不是任何一個政黨 發起的一個活動 不然你看剛剛那個 跟我們連線那個同學 他講話就是一個大學生在講話 然後他在講的就是基隆 他並沒有把這事情導到很政治 他就講說什麼 古古老什麼什麼 就是說他們生命經驗 就是市長外 有這個問題 有什麼防疫的那個 慰問金等等這些 那些我們沒住在基隆 我們都只是看媒體說 基隆有這些事情 那他能講那麼多 代表他他就是住在基隆 他講得出來嗎 不然我們一般人沒辦法洋洋灑灑念 那麼多 所以這個事情我是給謝國良這樣建議 今天開始你最好點點 你最好點點 因為你會激起大家的鬥志 本來這都已經是沒事 你再掐葉慶元出來講 好好 葉慶元一出現 就激起大家的鬥志 我跟你講 本來這個事情 點點都沒有事情 這種要連署也沒有那麼容易 這第一波搞到三千多份這個不難 對 後面那一批要搞到三萬多 對啊第二第二階段要 他們目標是四萬 三萬都要交身份證 那不是開玩笑的 你去哪裡找三萬多個人 把身份證交出來 你如果弄到這個基隆市民 全部都起來要反抗 就像當年的韓國瑜一樣的時候 你就慘了 所以這個謝國良 你要躲過這一波 你最好的方法就是 今天開始點點 所以我們就看到他把那個 勘棒下架來了 你說那個這個六七七五下來了 那個不是重點他是綠色那一行 就是他不是有一個罵人的 然後人家在問說 這個海報是誰做的 是市政府做 還是哪一個局處做 還是謝國良自己花錢 現在已經塞下來變成其他的廣告了 這個策略謝國良 你這樣就對了 你最好的點點 冷處理 你如果再掛十塊這個 我跟你講那個罷免就馬上就來了 這個這個就是這件事情是一個 這一個公關危機的處理 但是你因為你一開始選擇錯誤 你自己跳進這個危機 本來都快沒了 然後你又自己出來 講了一句兩句之後 把這事情又燒起來 那當然接下來對基隆市政來說 這些基隆市民 他們努力去想要去罷免 那我們 我們也祝福他們 看他們能夠 能不能弄成功 但是這個事情 謝國良要把他升到政黨 升到政治 升到國民黨都去救他 謝國良我相信你是走錯路 好 那佳凱 你會不會替這個謝國良的危機處理行動 感到擔心 我覺得這個事情罷免其實說一陣子 但是他們是這三天才開始做的 顯然是被那個要罷免議長 跟罷免那幾個議員 就氣到了 我覺得公民有時候 他們也會有火的 那剛剛益川哥有講說 其實活動的人 我們不實在 真的不實在 來補充一個 有個發起人 發起人呢 叫做戴錦安 不知道 二十八歲 他是長照二點零的社工 中山醫學院畢業 那本來我們要聯絡的是發言人 我們想說 哇 林楚英為什麼處理這件事 不是 幹錯了 林茵茵小姐 是那個女同學 不是林楚英 看錯了一個字差很多 林茵茵他說 他是世興大學口傳系的學生 那剛剛我們連線那個也是他的同學 他是基隆女中畢業的 他是基隆在地人 所以這個事情 再加上這個數字攤開來之後 你會發現 你好了 你講六樣 可是基本上對多數人來講 權力經理說不過去之後 很多人就會糾結在這邊 那剛剛益川哥說 業員資有知道一些線索 第一名第一名 你好像也知道一些線索 沒有沒有我覺得非常認同 益川哥剛剛說 多說多錯嘛 我上禮拜 原本之前每個禮拜 我都沒有戴手板上禮拜帶了三個手板也來 我發現好像知道一些月圈 但不能說的東西 所以我這個禮拜又沒戴手板來 多說多錯嘛 這也是市府危機處理 要認知的說 少說多做 多說多錯嘛 我們諸國幕僚都知道說 我們要建議長官 要做事情就是你建立一個所謂的 你要這次冷處理也好 或是你要怎麼處理 就是把一個目標設定好嘛 對不對 我覺得基隆市政府現在要訴求 告訴民眾就是說 我市政收入變多了 不管中間到底有什麼問題 因為相信基隆市議會 會把他釐清清楚 我市政收入變多 變得比之前net還要多 而且我未來東岸肯定會變得比之前 還要熱鬧 大廠進出會比之前還要多 就抓住這兩個訴求 就去攻擊防守就好了 不要一直說一下說有沒有吸毒 有沒有怎麼樣 就牽扯到林優昌 我覺得沒有必要 因為你會讓記者 有更多的標題去下標 然後讓更多民眾可以看到 原來我基隆市政府 延伸出那麼多的議題 所以我覺得站在一個幕僚角度 基隆市政府或是你背後的公幹公司 你在危機處理上 其實就抓著一個主題去打 跟防守就好了 但沒有看到 或是他處理的太慢了 我說一下 還是要講一下 所以我沒有手版 剛剛講到市政收入比較多的部分 可是因為之前net在申報收入部分 有一些信用不好的地方 比如說他之前收入七億 那扣掉他的所謂的變動權利金 我沒帶手保 還是記得很清楚 對 變動權利金他七億 像一百一十年收入是七億 可是他沒有如實的申報 我可能少收了三億的變動權利金 所以在這個分數上 可能會有所變低的原因 是這樣子 那我不知道六項他的分數怎麼樣 我知道他可能 因為他得了一票 他總分數是第一 我只知道這個 就是他招標的時候 是寫那個以上 那個以上 可是通常那個以上 大家都會添一點 一定會加 都會加 只有一種廠商不會加 這是我一定中了 我幹嘛加 我其他五項都會贏 所以這項就算我是敵標 我一樣會中 但是通常廠商 不太有這種把握是 評選委員在品的時候 如果這四家是這一個 這一個這家公司 微風是給的錢最低 我跟你講那個評選委員會 一定會做一件事 那個主席一定會問說 這間錢最少 大家要不要確定一下 因為接下來要對外解釋 就是說他的他的那個評分標準 有過去的時機的經驗 以及對於這棟建築物接下來 要改建重建的這樣的一個 要投入的這一個預算 以及他的整個的這個營運的計畫 我剛練的這些基本上 大概都是很主觀的 就他有沒有經驗 那他有沒有經驗 現在基隆市政府說 因為Net這家廠商 沒有做過政府的標案 沒有處理過政府的空間 所以他的時機應該是被打零分 你懂我意思 就是說他說Net沒有 可是基隆市的市民 都知道那種是Net的 對啊 去加上大地勘辦的Net NET三個字那 然後呢也說這個Net 因為什麼去給人家弄到二到四樓 我們討論了一個多月 不就知道二到四樓是Net嗎 那些評選委員 竟然說Net沒有時機 就已經五加三了是沒有什麼時機 對然後呢 他說 各位記得嗎 他當時說這一個 為什麼不讓這個大日續約 他說因為大日很壞 或者是大日的什麼負責人 他們有什麼其他的案子在訴訟中 對不對 那也是大日 那也不是Net 然後就說因為大日這樣說 我們不讓大日得標 問題就是投標的是Net 所以他們一直搞不清楚說 現在投標的主體到底是誰 然後他現在要打分數 要解釋說為什麼 他給他那麼低的時候 他又前後又是矛盾了 一方面他又說他不知道 最後面又說這個Net沒有經驗 二方面又說這個Net沒有時機 然後大日的有其他的訴訟 搞得我們真的很亂 其實如果這一個如果回到最後 我跟你講這個案子 如果我當那個評選會的主席 我一定會確認說 現在這一家投標的金額很高 然後微風投標金額很低 我們真的要決選給這一家嗎 我跟你講這種案子風險太高了 敢這樣子弄 而且敢不加價了 這個政府提了一個案子 然後你敢不加價了 或者是說如果我們政府設的是最高點 大家去投標一定往下降 比如說這個案子政府給你1億 你說不用給我9千萬8千萬7千萬6千萬 而且給太低的時候還要寫理由 比如說政府說這個案子我一年給你1億 請你幫我做 然後那個廠商說不用1千萬就好 那這個時候通常決標的過程中 要寫理由 要那個廠商說明說為什麼1千萬你就夠了 所以這種複雜的這個程序 我覺得現在金融市政府有點兒戲 對這個金額講不清楚 然後呢他們的律師又跳出來說 因為其他的項目都是得到第一名 那我請問一下 在金額這項 那金額這項占百分之二十 這個財務交上百分之二十 那百分之二十 維豐給那種金額維豐在這一項也是第一名 也是第一名嗎 搞不好就是喔 因為我們沒有看到細節 對因為我們聽到的是說都是第一名 然後Net都是最後一名 Net提8千多萬 他最後一名 然後那維豐三千多萬 第一名 我是不知道第幾名 我想這個案子只要監察院介入調查 公共工程委員會介入調查 那個封套一打開 一打開 因為那全部迷封了 只有這兩個單位可以開 一個就是監察院 一個是公共工程委員會 或者是以後被檢舉要當被告的時候 檢察官可以開 當他打開的時候 就知道誰是在哪一項得到第幾名 而且可以看得到 馬一個評選委員給了他第一名 給他最後一名 所以我覺得金融市政府在這個案子上 現在是充滿很大的風險